一个新玩具 齐年店 一直没有时间玩 然后今天终于 第一次中午12点钟之前 我居然收工了 所以要把这个玩具拆开来玩一下 有点堵神的意思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这个拼图 可能需要我拼多长的时间 慢慢拼 我们现在开始拼 第一块 零 怎么办 完了 看懂了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哇 怎么推进去 它绝对是 强迫这 终于栏杆分好了 现在可以装栏杆了 READY GO 第一个圈 青年店的第一层 的这个外圈还成了 再做第二个圈圈 哇 整整齐齐 造完第一个圈以后 我们现在开始做三层 然后有两袋上面一个写一 一个写二 老堆去分类 这好像比较复杂 奇奇快乐的零件多了不少 好 我们的零件收拾好了 它这边楼梯呢 它是有分 双层的和单层的 就是宽一点的和窄一点的 我们现在用一个宽一点的楼梯 在中间把它们连起来 按照刚刚的流程把它组装起来 现在把这三层要接起来 中间的圆盘可以上了 好 好 接下来要下服务手了 底座完成 底座完成 今天到此结束 耶 我们到底要用多少天才能拼完这个东西 我们的底盘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是开始 按照说明书造奇棉店的外形 老规矩 拆袋子 摆了一件 摆个花花的形状 然后把它手尾相连 好吧 开始许愿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自从豆了做了第一片没以后 一下就有经验了 好啦 现在开始组装 就跟上一个蛋糕了 蛤 你们家蛋糕会开门啊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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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随时都在担心它会不会崩溜 又搞出来一个圈圈 到此为止我们的中圈已经拼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放上去是个什么样子 居然是往里放的 酷 看到没有 它内层是卡进去的 接下来是外圈 来吗 来吧 先给你带来吧 小鸟 这小鸟 这小鸟 这个小鸟 没有 有趣的人 有趣的人 请多谢大家 接个词 请你做什么 有趣的人 请你做什么 有趣的 让我来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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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来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